放入黑椒 放入黑椒 很辣 我不敢放太多 放多一點,我放一半 否則我老婆吃不到 放一半 你們放多一點 我當然喜歡吃辣 剛才在安格斯牛樓 牛肉很爽 青紅黃白 很爽 我煮過 買這個 要來做黑椒 牛肉粒 現在來759買黑椒 很多隻 40g 不過今天有七七折 現在有包裝 包裝底很多 100g 27 多一倍多 即是這包 還有七七折 我買一包這些 回去做黑椒牛肉粒 我是熱煮熱好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黑椒 黑椒 樹仔 牛肉粒 這個菜名 大家都有聽過 但要煮得好吃 因為我煮過幾次 是不是很好吃的 慢慢慢慢去鑽然 現在我們煮了很多 黑椒 我會和大家分享 主要的材料 當然是牛肉粒 剛才看到我 在黑椒買的 這裡寫著 安格斯牛肉粒 39.81磅 這裡是33.4 可以的 你等一下看清楚 牛肉粒 是否冰到硬 白色的 就不要買 這些可以的 就可以買 然後就是 薯仔 薯仔 兩個小的 其實薯仔 比一些 比較好吃 但有時候 這些特價 我買了兩個薯仔 即是一袋的四個 都是幾元 買兩個 最重要是黑椒粒 黑椒在哪裏買的 你們都看到 我昨天也是 在13759買黑椒 這支不是的 這支是澳洲有朋友送給我的 就算一支 40克那些 都圍到 20幾元 十幾元 我在759買了一包 27元 不過有100克 即是等於兩支這些 27元 是划算的 做這個黑椒 要先磨碎 因為要先磨碎 不要 炒完之後 把牛肉 熟得緊 才放黑椒 太遲了 待會做給大家看 最主要 有洋蔥 就放洋蔥 如果沒有洋蔥 你可以放乾蔥頭粒 這麼小粒 我有洋蔥 就放洋蔥 然後放紅椒 或者黃椒 可以 好一點 沒有這些 放這些可以 我今天放這些 這些有一點辣味 這些辣味都沒有 不過有黑椒 少許薑 幾粒蒜頭就可以了 好 馬上做給大家看 牛肉粒買回來 融雪先 牛肉粒剛剛解凍的時候 就要處理薯仔 薯仔也是這樣 洗一下它就剔皮 一樣是剔皮 好 剔好皮再跟大家說 薯仔剔好皮 就要切了 很多切法不同 因為待會我們要炸一炸 有些朋友說 切到麻雀那麼大 因為我試過 麻雀那麼大 都可以 不過我是半隻麻雀 左右就可以了 不要那麼大 在我的做法 大家如果想 口感多一點 你就切整隻麻雀 切好它 大約半隻麻雀那麼大 就可以了 將它浸水 浸水的目的 是釋出多餘的澱粉 先讓它浸半個小時 牛肉粒浸了幾分鐘 先拿回去 其實它已經切到一粒粒 牛肉粒 但是我們試過 就這樣炒 它很難攪 因為它太大粒 它太大粒 你會變成表面熟 它裡面會生 但是煮得太大粒 太大粒 它是硬的 因為它要炒牛肉粒 要快炒 那怎樣呢 當然要裁 我這些 我盡量 一開一開到四 都不要緊 因為小小粒都不要緊 如果不是 你待會炒 很難炒 一開四 一開四 一開二都可以 其實沒有所謂 一開二都可以 看看你自己喜歡 一開四就好 一開二就好 沒有所謂 我們留一粒巨型 不開的 給大家看看 一會炒出來怎樣 牛肉粒切了 粒粒都差不多 一開四就好 一開二就好 即是小粒 因為一會快炒二炒 這些其實還未熔好 我們現在放在盤上 我特地有一粒 一粒大的 不切 等待會炒給大家看看 是比較困難的 現在不用加水了 加點鹽 這樣 讓它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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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要煮太久 因為它有不同 豬肉 煮十分鐘就可以了 煮鹽煮了十分鐘 現在煮一下 血水都看到了 現在把它煮乾淨 把它煮乾 先把它煮一下 我們這些家庭式做法 就簡單一點 其實不要煮得太久 譬如鹽這樣 煮一下半小時 肉很鹹 因為我還要醃一下 把它煮乾淨了 牛肉本身也是有牛肉味 保存 這樣 煮一下煮水 待會把廚房紙索水紙索 就可以了 好了 乾淨了 醃一下 也是很簡單 加少許生粉 一勺鮑魚汁 加雞粉也可以 一勺 豉油 也是一茶匙夠 一勺油 因為油不要緊 因為煎起來 有時候會卸出來 拌拌 醃一下 讓它有味 醃一下 十分鐘後馬上就炒 薯仔浸了幾個小時 澱粉要浸緊一點 有些朋友會先煮一下 煮一下 讓它容易炸 但我切到這麼小 就不做那麼多程序 直接把它炸就可以了 讓它瀝乾就可以了 這個不用用水紙吸乾 好 瀝乾它先 好 蒜頭 就這樣一粒粒就可以了 薑就切片 一片片就出味比較容易 有些薑味 最主要就是要有洋蔥 洋蔥好吃很多 我們切一塊塊就可以了 很簡單 就這樣就可以了 紅椒 其實有沒有都可以的 切細快一點 不要切到這麼大塊 希望它跟牛肉粒差不多一樣大 洋蔥待會炒一下就會縮 這些紅椒不要切到這麼大塊 黑椒 薯仔 牛柳粒 最主要就是黑椒 黑椒 我們是炒的時候下的 但是炒的時候 你先去扭它 就慘了 因為這些牛仔肉 很快脆就會熟 越熟就越硬 所以要剛剛好 所以我們要先做黑椒 一定要磨多一點 其實多一點是好吃的 扭定一下 不要到歧視扭 這個夠了 夠了 現在很辣 300米左右就可以了 因為我的薯仔切得很小粒 炸了一會兒 你看到有一點金黃色 繼續炸 我有幾粒蒜頭 都給它炸一炸 差不多了 再炸就焦了 黑膜膜的爛 先炸一炸 先放在這裡 剛才那些蒜頭 紅椒 薑 都炸一炸 走一走 現在拿回去就可以了 OK 香很多 炒牛柳粒 魚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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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滴 就夠了 因為牛柳粒 都用油醃過 待會那些還要放進去 現在就這樣煎一下 不要煎太久 因為牛肉 越煎越固定 就這樣煎一下 就這樣煎一下 就好了 大火就好了 不用小火了 不用煩 用這個大火做就好了 一樣是這樣做 這個特別大的 就是沒有剪過 小小粒粒都可以的 OK 現在呢 就把薯仔放進去 手過油的洋蔥 薑 放進去 這樣就方便些 下味料 雞粉也可以的 我放一盒 一茶匙鮑魚餅 豉油 一茶匙糖 現在就倒進去 基本上各種都熟了 但是最主要 那些牛柳粒千萬不要炒得這麼熟 現在你看到 還有一點生 對不對 都有一點生 對 因為越熟 應該會比較韌 現在已經有味 有糖 有色的青椒 有姜、蒜、很香 差不多就可以了,就放些黑椒 我刚才说是很辣的,我不敢放太多 你们放多一点,我放一半就好了 否则我老婆吃不了 放一半就好了 你们放多一点,如果喜欢吃 其实我当然喜欢吃辣一点 再不是一会儿你上碟再碟 哇,挺好吃 把牛肉切开 好,关火,现在过来上碟 其实我喜欢多些黑椒 譬如现在这样,你就放多一点 这样就好了,没办法 一样而已,炒过可以的 这样的炒法,最主要是薯仔切小粒 切到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样的食法就肯定容易炸一点 和熟 有时候切到麻椒那么大 是的,这些大排档不可以做那么多 洋葱就是一片片,小小片 这些红枝也可以 你不放也行 其实不放也行 不过放了就更好吃 我们粒粒切到那么小 其实也挺好的有口感 刚才我们有一块 这块,牛这么大 我们没有试过 它本身是不要紧的 但是它这样就很难吃 其实它不熟里面是硬的 我试过的 这些呢 我先试一块给大家看 这个小小的 这块,你看看 真是软的,好吃的 这些味道的东西,你会看到 很棒 黑椒可以加多一点 我觉得,我老婆不吃而已 不吃那么多 不是不吃 很好吃这个 黑椒 薯仔牛柳 希望大家有机会试一下 如果大家都觉得好看 请多些帮我分享给其他朋友看 多谢大家订阅 越煮越好 出来了 哎呀,有点害怕的 哎呀,害怕的 一般吧,一般吧 你说好吗 那这样呢 我先放些葱 在这里 漂亮的 这种模式好像不像 是这样的 对了 我先放些葱 好了 那就要试一下 哎呀,一般而已 哎呀,一般而已